就是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呢 离开了前公司 现在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从法律的途径去解决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能控制的就是 我能一直做新的作品 这也是推动着我 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停下来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也可能是因为我 正在经历的一些遭遇 让我就是不得不去 爆发自己的小宇宙了 那个专辑啊 就是有让你有些压力啊 现在男友有什么跟你写的 哈哈哈哈 有没有一首是他的歌啊 什么动物啊 呃 我在专辑里面 也的确有写我自己的感情经历 就是 对对对 太好了 哪一首啊 今天不会播 大家需要27号的时候去 什么动物什么动物 什么动物啊 呃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就是小鹿 小鹿乱动 撞啊你乱动啊 我跟你ἶажádà 去吃吃吃喝 Aha 好 好 好 等一下 啊 buoy darüber everyday